Hello,大家好,我是Yuki 今天来带大家做一个新房的房屋检查 就是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呢,它是在Oden Park 是由莱纳公司打造的 今天这一次呢,是第一次的房屋检查 客人等了差不多六个月的时间 然后终于差不多要过户了 这个房型非常非常的好 我在这个视频的下一个视频里面呢 会展示给大家看这个户型 可能还会有一两个剩余的 所以呢,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记得跟我联络 买新房跟买二手房 在房屋的检查当中呢 是比较大的区别 买二手房呢 它是需要你在合约 签了合约之后的指定的时间内 大概是7到15天 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 你就要去找一个专业的 这个房屋检查公司 去帮你做检查 那这个费用呢,是由买家出的 价格大概是由200到600不等吧 主要是看这个房子的大小 还有看这个房子有没有泳池 还有呢,就是说看买家需不需要 一些额外的服务 比如说检查白蚁啊 像这些就是额外的费用 那新房子呢 新房子呢 通常都是在过户之前的 一个星期的时候做第一次检查 它一共有两次 那第一次检查呢 就是初步检查 我们今天做的就是第一次检查 所有的这些电器都要检查 所有的瑕疵 如果你看到任何的问题 都要在今天去指出来 那这个检查人员呢 就会写一份报告 通常会买家或者是我们代替 就是我们是买家经济 代替买家去签字 然后呢,他会在过户之前 把所有的我们指出的问题 都要弄好 然后最后一次检查 就是我们叫Final Walk 2 就是在过户前的几个小时 或者是过户前的一天 我们会到这个房间来 整个重新的再检查一次 之前我们指出的那些问题 有没有得到解决 那今天呢就是这个第一次检查 我就带大家来看看 通常这个开发商是怎么样做这个检查的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那今天我们检查的这个房子呢 是一个房中房 意思就是说 它有两套的洗衣干衣机 还有两个厨房 如果客人没有时间过来检查的话 我通常都会以买家经济的身份 过来帮忙检查 我们今天就从小的这一边 开始检查所有的电器 在某些城市开放 你这边进行的 在某些地方 都是这边关节的 中国楼积对 quote 你们在某些计划 他们的码楼积对 是 这小心 我留意 在他们检查这个冰箱的时候 如果他感觉到冰箱上面是不错的 所以他就用一个费 然后就会有人来检查 然后我们这边会拿这个洗衣机 因为这个是房桌房 它是有两套洗衣机 所以我们先把小的这一边检查完 那这个洗衣机现在正在自己的并做 那这个声音应该是没问题 我们试验了这个粉碎机也是 这是工作的 在小哥检查电器的时候 我也会很仔细的在旁边看一下 墙上面有没有一些很明显的瑕疵 这样子可以指出来 像这里的问题就比较大了 因为它整个浴室缺少了一个门 所以他已经写了一个报告 会跟上面说 确保我们过户之前呢 会有个门在这里 在我上洗衣机的几分钟功夫 小哥已经检查了整个走廊的墙面 贴了无数的这些贴纸 蓝色的这些胶带呢 是代表着油漆 或者是墙上秤的脏的东西 需要去清洁的 绿色的呢 是刮痕 跟内部结构有关的 需要去补救的 很多顾客在我来帮他们检查房子的时候呢 都会提醒我 哎呀,Yuki 你一定要仔细的帮我们看清楚啊 要仔细的检查 其实我们 包括客人 都没有检查员检查的那么的仔细 因为他们天天都做同样的工作 他们更能够知道哪里可能会出现问题 看这个小哥就是相当的敬业的 莱纳公司在交房的时候 所有的百叶窗都是包括宅内的 所以当然这也是我们检查的一部分 如果发现有任何的问题 工作人员会用手机拍一下照片 放到报告里 检查完房屋里面 房屋外围肯定也是要检查的 今天遇上下雨天 今夜的小哥冒着雨在外面检查 不得不给这个年轻负责任 又认真的检查人员点个赞 当然也要给我点个赞 因为我也是冒着雨在外面拍摄的 新房保养呢 就是对于这个房屋的保养呢 我有几个小小的技巧 那我今天就顺便顺带着这个视频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佛罗里达州最需要保养的 这个房屋里面最需要保养的东西呢 就是冷气 因为冷气是我们每一天都要用的东西 如果是缺少冷气的话 基本上火不下去了 我们新房保养的冷气的主机呢 通常一个在外面一个在里面相应的 那里面呢是这个样子的 那里面呢是可以把它打开一个盖子 然后你按一下 把它打开之后呢 这里有个filter 它写着air filter 然后你两边往下一按 往上一提 它基本上可以自己跳出来 然后你跳出来之后 你把它打开 它这个呢 我还是比较少见的 我估计这个可能是因为新房 可能用的是这个 那如果是这个帐的话 你可以拿出来用水冲洗 那你也可以换成那种 就是我们普通用的像这样子的 像这样子的这种纸张的 只需要知道这个尺寸是多少 如果你家里面人很多的话 我强烈建议每一个月换一次 如果你家里人少的话 那我也建议通常三个月换一次 因为像我这种呼吸系统 比较敏感的人 只要一个月不换的话 你就基本上就是不停的打喷嚏 很难呼吸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也可以保护这个冷气肌 这样子把它背进去 然后一按它就进去了 然后再把这个盖子盖上 嗯 是不是很简单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这里的 这个小的这个盖子 那这个盖子是可以拧开的 你把它逆时针的 嗯 然后把它拧开了盖子之后呢 嗯 有些人呢 就 有些开发商跟我说 建议放一点点醋 有些呢 就建议不放 所以呢 安全起见 我觉得还是不放处的好 然后你就放大概是一杯水 倒进去 每三个月做一次 这样子让这个水去清洗 循环一下 这个是对这个冷气肌 有很大的好处的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洗碗机 很多中国的家型 它是用洗碗机的 其实这个洗碗机很好 如果你家里面有这个小孩子的玩具 塑料的那种 嗯 你可以把它放到洗碗机里边 然后去 就是每个月的清洗一下 这样子 然后这个洗碗机的保养呢 如果你用的话 就一定要保养 OK 就一定要清洗 那通常是把这个打开 然后这个地方呢 它有一个 Filter 你把这个filter 它有这个写的lock 跟unlock 那你往 逆时针转就是unlock 你打开之后 这里就有个filter 那因为它还是新的 所以它只是有一点点脏 那这个你通常 如果你用的多的话 一个星期清理一次 如果你用的少的话 一个月清理一次 然后清理一下之后 把它再放回去 这个是很简单的 可以无限用 这样子 转过去 就锁住了 那就OK了 结会了吗 今天的房屋检查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YouTube 如果您想了解 跟房屋有关的小知识 您也可以给我留言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